木卫一 艾欧是距离木星最近的伽利略卫星 它也拥有着好几个称号 例如太阳系中最活跃的火山雾底 最强烈的卫星 另外还有通往地狱的大门 各位观众大家好 人类是用什么方式探索木卫一的? 我们又从中得知了什么呢? 另外,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设备才成功拍摄到照片的? 这里是TopChem频道 在今天的影片中 我们就要为各位介绍这一切 让我们赶快来看影片吧 距离最近也最活跃 1610年 伽利略伽利莱陆续地发现了木卫一 与木星的其他卫星 木卫二、木卫三和木卫四 于是后人也将这几颗卫星命名为伽利略卫星 事实上 当初帮木卫一取名爱欧的人 并不是伽利略 而是当代杰出的天文学家 西门·马里乌斯 这颗木卫星卫星的名字是由马里乌斯和同样身为天文学家的约翰尼斯·科普勒共同提议的 他们以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王宙斯的恋人名字为这颗太阳系第四大的卫星命名 在那之后的几个世纪之中 科学家们也没有再进一步地得知更多关于木卫一的资讯 因为当时的原始望远镜 性能还是相当有限的 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的时候 科学家终于开始调查了距离木星最近的伽利略卫星 也就是木卫一 经过调查之后才发现 木卫一的半径大约是1810公里 比木卫二大一点点 但和木卫三和木卫四比起来 则是小了非常多 另外 木卫一的表面积大概是4200万平方公尺 这个面积相当于南北美洲的总和 木卫一与木星之间的距离 从来都没有超过42万3000公里 因此它始终面对着木星的同一侧 绕行木星一周的时间需要花上42小时28分 自转一圈的时间也是相同的 木卫一是4个伽利略卫星当中离木星最近的 但木星的其他卫星里还有距离比它更近的 早在1892年就发现了一颗名为阿玛尔赛的卫星 也就是木卫五 它比木卫一更靠近木星 而到了近代 我们至少发现了4个比木卫一更接近木星的天体 除了木卫五之外 太空探测器航海家一号 在1979年还发现了木卫十六 木卫十五和木卫十四收获盛丰 在20世纪中叶时就有一些科学家曾经指出 木卫一很有可能正在经历非常强烈的火山活动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确认这个假设是不是正确的 不过从天文学家观察到的好几个个别现象来看的话 这也是唯一可能的解释 举个例子来说 许多伽利略卫星上有着相当丰富的水冰 但却没有在木卫一上发现过 但是木卫一却含有非常大量的硫磺和氯化钠等物质 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这是火山喷发所造成的结果 木卫一的明显斑驳图案也是它的特色之一 从外观来看 红褐色的极地地区和淡黄色的赤道地区相差很大 也因为这样 有一些天文学家推测 木卫一可能并不存在 他们认为这其实是由两个不同颜色的卫星组成的 实际上根据地区的不同 这颗卫星好像正在发生各种火山活动 引起这些火山活动的原因重视木星 木星有着非常强大的引力 也因此影响着木卫一的内部 此外 由于木星经常性地锤掉在木卫一的赤道上空 所以在赤道上受到的影响也就更大了 人类在非常早期的时候 就已经得到了第一张拍摄到木卫一表面的照片 1970年代初 著名的太空探测器 先锋号成功地拍摄到了相片 1973年12月3日 先锋10号经过了木卫一的附近 不过这艘太空探测器拍摄到的照片讯息量并不多 没有办法当作研究的参考 另外 探测器还发现 木星的第一颗加利略卫星 木卫一发射出非常强的辐射 第二颗加利略卫星 木卫二也是如此 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木星拥有着非常强烈的磁场 如果人类穿着没有做好特殊防护措施的普通太空服 应该很快就会换上急性放射线针后裙 事实上 第一张相片质量不佳的原因 就是因为强烈的辐射导致设备出现了严重故障 一年后的1974年12月2日 先锋11号顺利到达了木卫一 很幸运的是 科学家们已经意识到了辐射的问题 并且做好了相对应的措施 有了这些技术上的改善 就可以对木卫一的极地区域 进行高画质的摄影了 另外 科学家还从相片中确认了一种非常稀薄的大气 木卫一的大气并不是很浓厚完整的 也因为如此 科学家说这些是大气的痕迹 但是大气确实是存在的 天文学家认为 这种现象可以进一步地证明 木卫一确实是存在着火山活动 这种不完整的大气层 就是由火山向太空释放出的气体 和尘埃所形成的 太空探测器航海加一号 紧接着又开始调查这颗卫星 它直接证实了木卫一上有火山的存在 航海加一号于1979年3月5日经过了木卫一 航海加所拍摄到的高画质照片 清楚地显示了相对年轻的表面 那里几乎看不到什么撞击坑 不过有一些类似熔烟流特征的凹坑 可能是火山口 另外 科学家们分析了其他的影像之后 还注意到至少有九道烟雾 从木卫一的表面升起 这怎么想都应该是火山喷发的迹象 航海加二号是在离木卫一 很远的地方经过 但它还是不负众望地 成功捕捉到了一些很有趣的相片 从那些相片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出 这颗卫星的地形变得和之前不太一样 勘测结果显示 在已经发现的九座火山当中 有七座仍然活跃着 下一个接近木卫一的太空探测器 是伽利略 那是在1990年代中期的事情 多亏了有伽利略号 我们才能够清楚地确认到 木卫一上的山脉、硫磺湖、断层和河流等地形 另外 朱诺号和星式野号 也接连地参与了木卫一的研究 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木卫一是被研究最多的太阳系卫星之一 它与月球和土星的卫星 土卫六并驾齐驱 目前 科学家们正在考虑 要将木卫一的调查 当成最优先的研究项目 虽然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会实现 但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我们发现了什么呢 目前为止所进行的各项调查里面 我们得知的最重要的事实是 木卫一是一个异常活跃的天体 这如前面所提到过的 那是因为木星的引力极度强劲 第五行星 木星 不仅搅动着木卫一的内部 就和字面的意思一样 木卫一真的是颠倒过来 不断地向地表喷出 汹涌而又灼热的硫磺河 那么 为什么其他更靠近木星的卫星 没有成为太阳系的火山地狱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 因为其他的卫星的体积太小了 天体越小的话 内部就越难以进行分化 冷却的速度就会因此而加快 包括木卫五在内的一些卫星 连地漫都没有 也没有喷发的可能性 用比较简单易懂的说法就是 它们只是一颗铜质的石头罢了 木卫一的周围环绕着 因为喷发而产生的云 成分是硫 钾 钠 和氧等物质 成分相同的喷烟 沿着轨道延伸 仿佛是在追逐着木卫一一样 说得更准确一点 喷烟形成了一个几乎是铜质的甜甜圈 木卫一就在那里面运行着 木卫一无法维持完整的大气层 因此木星不断地从木卫一那里偷取物质 这些物质的数量可是每秒高达一吨 被偷走的物质 也和木星磁层辐射带的形成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以上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 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让我们总结一下影片的内容吧 木卫一和太阳系中的 其他大型天体一样 大约是单身于45亿年前 但考虑到木卫一的性质比较活跃 它可以存在这么久 真的是让人感到很不可思议 为什么木卫一没有蒸发 或者是变得四分五裂呢 也许现在它所损失的物质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 在过去可能还要更少也说不定 话虽如此 在接下来的数十亿年中 还是很有可能发生那些情况 说不定在很久很久以后 我们来自其他星系的共同后代 会制作一支有关这个主题的影片 并且在这个频道上讨论 前因后果 一定要订阅本频道 还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另外 为了不要让我们和未来的银河之间 失去联系 千万别忘记将这支影片 分享到其他的社交网络上 又到了暂时说再见的时候了 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下次的影片吧 拜拜 谢谢大家 要请不吝点赞 什么事 请不吝点赞 什么事 还请不吝点赞 什么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